我的妈呀 今天这家烤肉店真的太有精神了 对不起啊 阿姬悄悄退出了刘根红老师的直播间 同样都是日本最贵的和牛 为什么他家就可以这么好吃 这一口下去 哇 哈喽大家我阿姬 又要吃到了 我的妈呀 今天我们来到了新宿 我们又是一样的画面 有约下的流です 不知道为什么 这家店有一种高级的感觉 我们开始吧 前菜是竹笋 花生芦笋 还有孜然土豆丝 这太有精神了 根本没人想吃 好难吃啊 我们今天直接跳过前菜吧 这是我们今天第一盘烤肉 长条薄切牛舌 它切这么长有个好处 就是可以卷着别的东西吃 这次搭配的是小嫩葱 嫩葱那种细碎的齿感 再配上薄切牛舌那种 又软的又瘫牙的质感 就是不仅嚼起来很开心 而且嫩葱刚好又调带了 牛舌的那股油脂味 好吃 接下来这个是熟悉又陌生的 逃不掉的生肉环节 还好只是一块寿司 寿司就会显得生肉合情合理 它是备注加上生和牛 还有它的寿司 接下来是我们的老朋友 横割馍肉 这个部位还有个教法 叫心头肉 我发现他们家的每一个菜 都像一个单独的小百贱 横割馍肉的口感特别细腻 它那个柔软程度 竟然在吃一块肉感十足的棉花 再配上点他家的秘质柚子酱 它不像普通和牛那样 一下就化开 而是很有嚼头的那种 而且还有一种和牛脂肪的奶香 真的很绝 接下来是后切牛舌 用的也是牛舌舌根的位置 它烤的时候 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 让我心里真的很痒 厨师夹起来的一瞬间 一同能闻到空气中的牛舌味 还有什么做到 表皮是脆的 但里面是生人的状态 好肥啊 好爽啊 好香啊 它这个嚼起来就是比内脏要柔软 但又比肥肠又嚼劲 当还在回味这块牛舌的时候 服务员趁我不注意 一盘生肉悄悄端的上来 我发现这种高级烤肉店的套路就是 寸量不够 生肉来凑 真的是商场如战场 商场我虽然不太懂 但战场我可太熟悉了 昨天我在率土质兵 打并州李家的时候 我也是抓住了李家轻敌的心理 派十万无当飞军 边用毒箭输出编后退 让李家追击过来 这是我的冀州兄弟 在带两百万大军 和五重车进攻撞碎 并州州府 这心理战 打赢他们就是这么容易 好了说为刚才这盘生肉 他用的是那种很肥的碎肉 他没有任何的蘸料 就是直接这样吃的 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 它是一种若有若无的甜味 接下来这个是今天的极品 牛煎肉的寿喜烧 烤好这回合 他们家的秘制甜酱放在一块 它这个酱是那种酱油风味的 照烧酱 好甜好鲜啊 它表面上那种焦焦的味道 和咸甜的酱汁夹在一块 送进嘴里就是弹牙爆汁 接着是一块油煎里脊肉 和薄薄的两片黑松露 煎的里脊肉虽然很软 但是它特别油腻 进嘴的一瞬间 就是黑松露的汽油味 就是汽油牛排 哇我们的老敌人 长命百岁草 算了我不想活到150了 看上去很难嚼 但因为雪花很多 轻轻一咬就能下来 果然里脊肉还是要烤出来 才会有那个嚼劲 因为本来就很肥了 最后的烤肉是和牛寿司烤肉 先用烤好的牛腿肉 裹满酱汁 然后再把蛋黄戳破 最后连肉带饭一块裹进去 哇那股蛋液的香味 马上就能和酱料交织在一块 再加上和牛那个鲜味 直接炫到你的天灵带 阿姬推荐指数 9点5分 卡玩意儿 真满足